請威威手洗澡來吃飯喔 好啦 在台灣每天的民生用水量非常的多 有水當私無水之苦 只因為用水就從居家開始做起 像是可以利用洗菜的水 重複使用來澆花或是清理廁所 平常洗米的水 可以利用來清潔家具或是拖地板 每天洗澡可以改成淋浴的方式 早晚刷牙改用漱口杯裝水 記得洗手的時候水龍頭不要開太大 建議使用有節約用水的水龍頭裝置 了解水資源的重要 養成良好用水習慣 節約用水就從你我做起